红兴新生系列,细雪本草 是由江州片仔王全力支持 赵教授,这个植物叫藤三七 但我知道它其实跟我们很熟悉的 在云南那种三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,这是一字之差,差之好理,十字千里 相同的都带三七两个字 但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家族 植物分类上是不同的科的 那这个藤三七通常是什么时候用的呢? 是有没有药用的价值的呢? 云三七,这个是五家科的植物,是要用的 可以获血花鱼,有一些滋补的作用 那个藤三七,你看,一个字它是藤本 那个是直立的草本 这个可以做一点民间的野菜 上次有一个美国的朋友说 赵博士,我在家里,我在院子里有这个三七 我说你把照片寄来 我一看照片就是这个藤三七 所以它可以做什么呢? 做一点半彩可以 又有一种叫做川三七 我想川三七是否跟这个云三七或者藤三七都是没关系的呢? 这个离得就更远了,是另外一个科的,中药里面有一个百合科 谈到这个川三七,可不能掉以轻心,不能随便吃 这里面因为它有那种强心肝的成分,吃了以后会中毒的 在香港曾经发生过川三七的中毒事件 我现在明白了,教授 即使我们要记住,云三七是药用的 对 藤三七是可以食用的 川三七就是要小心,它是有毒的成分 千万不能用